这是我们正常的飞行状态 首先我们这个姿势就非常的帅啊 好 然后呢 我们怎么去加速呢 按住shift和w 然后再按下空格键 现在我们就飞啦 加速啦 但是我们不只是一段 我们可以两段 等一下 我们再飞一下 二段加速了 再来一下 我们这个操作啊 他不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 不是这么好操作出来 这是已经二段了 我们再三段 这个是我们最快的速度啊 我们屏幕都有点模糊了 好好好 我们是直接啊 飞到了很高的高空啊 都已经不知道是在哪里了 反正是非常接近我们这个太阳了 我们可以再往上面飞一飞 不知道能不能飞到这个太阳旁边啊 当然我们这个GTA5应该是没有这种设计啊 我们这已经是 非常非常高的地方了 连我们这个屏幕啊 一直在抖动了 好 我们这样 哎 等一下 我们这里能不能把我们这个屏幕抖动的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这个已经是尽量不抖了 好 我们这样下去 嘿嘿 有点像我们这个奥特曼在飞行的感觉啊 呵呵呵 好 再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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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瞬间就飞到海里去了 由于这个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赶紧飞上去 哦 飞出来了 看 离我们那个GTA5那个城市啊 有点遥远了 飞 飞回去 再加速 它并不是这么好控制啊 哎 我们可以再快点 哎 好好好 其实这个速度啊 就已经挺快了 这速度已经非常的快了 闪电侠不可能说 从这个北到南啊 可以像我们超人这么快吧 肯定是做不到的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啊 是做得到的 就是说 不是现实生活中 就是说电影里边啊 是可以做得到 但是 你在游戏里边啊 没有一个技能比我们这个超人速度更快 飞的时候 即使你是战斗机 因为我们这个超人在飞的时候 是可以 二段三段的 哎 哎 哎 给我演示一下二段 二段 好 三段 哎 这个速度 好 这个飞行的速度啊 我们就演示到这啊 反正是快的 没话说了 当然我这个演示啊 可能中间不是说这么顺畅啊 因为 它这个加速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 不是这么的灵敏 好 那么我们啊 超人 就要用非常帅的一个方式降落 这个方式就是 这样Q下来 然后我们再上去啊 刚刚好像演示的 呃 不是很成功 我们家 在这边 超人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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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降落啊 直接造成这个地面啊 破损 威力非常的强 我们也可以这样子 跳起来 这也是一个技能啊 嗨 哎 我们家 视野 调到后面一点 再调后面一点 这样子大家看得清楚一点 这个就是配合我们飞的时候 我们先飞起来 哦 哎 卡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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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停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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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在这了 哎呦 哦 这样子就相当于是一个bug啊 因为我们这个还是属于一点点版本啊 还是存在一些bug的 我们这样切一下画面了得 好的观众朋友们刚刚是出了个bug 但是问题不大 我们现在接着演示啊 还是我们之前那个 先飞起来 然后呢 我们这样下来 我们配合着这个技能啊 降落就非常的帅 还可以对周围造成一个AOE的伤害 哎 好 这个技能我们就演示到这儿 接下来我们就演示一下我们这个超人别的威力 首先呢 是我们这个超人的出拳 哎 这个威力 这个威力太强了 只能说用恐怖来形容 哎 这个拳头啊 我们按一下A就可以出拳了 A 这个破坏力太强了 然后 我们还可以有一个慢动作的效果 怎么慢动作呢 就是 按住我们这个右键 然后按一个A 嘿 慢动作 那这个一次慢动作啊 不够爽 我们再来 慢动作 慢动作那一下 由于速度太快了 几乎看不见 嘿 嘿 慢动作 非常厉害啊 我们天空中的能不能打 嗯 飞上来 天空中 呵呵 也非常轻松啊 一拳就破坏掉了 我们待会试试坦克啊 能不能一拳 嘿 嘿 这是我们拳头的威力 好 我们接下来呢 再给大家演示别的啊 好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我们这个枪啊 他们枪打我们啊 我们这个超人有一个物理效果 对不对 再打一次 嘿 对我们没有效果啦 啊 那把枪啊 不就是那个蝙蝠侠来打我们的那把枪吗 呵呵 现在对我们是没有效果了 欸 那我想说的是我们这个 被我们这个爆炸之后啊 有一个物理的那种火花 这一点我们待会去这个军事基地 可能会明显一点 好 好 丝毫没有损伤啊 好 我们接下来呢 来演示的是什么呢 我们其他的技能 我们这样 我们这个超人啊 按一下T 可以把我们这些车子啊 直接给抬起来 嘿 滚蛋 抬起来 滚蛋 滚蛋 抓起来 按错了按错了按错了 抓起来 好 人是被我们抓起来啦 当然这些技能啊 这些技能好像我们以前那个超人是都有 用到过了 所以说 不稀奇啊 不稀奇 那么我们今天来演示一下我们这个超人一些新的技能 我们按这个E 可以切换 首先我们先切换到我们超人的雷射眼 我们这个雷射眼啊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光束啊 好 然后 我们对准这个车子啊 雷射 车子没有马上爆炸 而是啊 会有一个这种融化的物理效果 你看 这块是被我们融化掉了 有一个融化的物理效果在那里啊 对准轮的话直接是烧掉 然后 我们再按下E 就是我们这个雷射眼的加强版 嘿 呵呵 设地上大家可以感受得出来 雷射眼 这个加强版啊 比我们那个就强多了 我们上一次的那个超人啊 是没有加强版的 雷射眼是只有一个 呃 伤害的啊 然后那个伤害也一般 我们这次啊 加强版 嘿嘿 尤其是这个 效果啊比较厉害 大家看 这个效果 我们眼神啊 看 看一下我们这个超人的眼神 可以是 做到了什么呢 做到了 做到了 可以上天 打天上的怪 也可以在地下 跟我们这个正面啊 打一些那种 呃比较 血比较厚的那种坦克怪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超人 为什么说 最强 呵呵 我们这个超人真的是 强到没有话说 嘿 好 再演示一下 我们意再切换一下 我们这个超人啊 还可以吹出一阵风来 给大家感受一下 嘿 嘿嘿 呵呵 大家我不知道这个 我们超人 有这个能力吗 这个我不知道 反正我们这里是有 这里是有 嘿 这个车子啊 也是给我们吹飞起来了 红旗 这有个红旗 我们把它吹起来 嗯 有部国产车啊 吹飞 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这个风的 威力也是蛮强的 嗯 好像跟我们那条龙啊 嗯 嗯 跟我们那条龙的威力也差不多 可能还更强一点 诶 因为我们这个 距离在蛮远的时候 就把他们吹起来了 那个 我们之前有个龙的MOD啊 把人吹起来的话 需要离得比较近的情况下 才可以完成 吹飞 厉害吧 我们 飞到天上去看一下 对这个天空中的物体 有没有效果 火吹 可以啊 依然会造成伤害的 只不过我们这个直升飞机啊 他这个人开的蛮稳的啊 来把它吹下去 吹飞 吹飞 好像是不能把它给吹下去啊 但是我们对这个地面的这个效果 会强一些 地面效果会比较强啊 好 下来 话说我们这个能不能拿这个 柱子我们是不能拿 这个如果说做到那个绿巨人的样子啊 那就跟绿巨人有点像了 那就不行了 我觉得 每个英雄应该 应该有他自己的特色 拿柱子应该是我们这个绿巨人的特色 不应该是我们超人 吹飞 吹飞 不但是吹飞啊 我们再切换一下 还有一个技能 冰冻 冰冻的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人物啊 直接是被我们这个 先变成这个冰块 先变成这个冰块 然后呢 最终融化掉了 这个 这个有点无解了 直接是把你啊 化身成冰块啊 就吹飞掉了 但是只对人有效果啊 对我们这个 汽车是没有效果的 好 然后我想一下 我们大致的技能 其实就给大家介绍到这了 我们再按下X X是可以切换我们这个 超人的一个 视角啊 呃 就是那种 显示的效果吧 这个叫什么来着 热感 但是它又不是那种 热感的感觉啊 好 按下X是可以切换 哦呦 接下来呢 我们将要飞到军事基地去闹一闹 把我们这些所有的技能啊 全部